研磨工具包括喷壶、洗洁精、美纹纸、卷尺、防静电毛巾、干水板、刮板。 打开包装桶,取出触控膜和相关部件。 用美工刀将包装桶四周的胶带轻轻划开。 打开包装桶盖,将包有触控膜的内心轻轻抽出,轻轻放在操作台上。 检查包装内部件,包含纳米触控膜。 数据连接线,控制板,将触控膜内心保护层轻轻打开。 将触控膜轻轻提起,检测外观是否有划痕、气泡等。 取出控制板。 将触控膜FPC排线,基础面朝下,轻轻插入控制板的插槽内。 将锁扣轻轻按下。 用数据线将触控板和电脑连接。 25的清洁溶液,将清水注入喷壶,将适量的透明清洁液倒入喷壶,盖好壶盖,左右翻转摇匀。 本次贴膜介质,选用撕印玻璃,镂空区域及42英寸显示尺寸。 检查,清洗玻璃,去除颗粒物。 喷洒玻璃表面,然后用擀水板清洁。 重复此过程三至四次。 将溶液喷洒在拿出控膜的手上。 将贴有红色标记的离心层轻轻剥离。 一边剥离,一边在出控膜的胶面喷洒溶液,防止胶层发生粘性反应。 两个人将触控膜轻轻贴附在玻璃上。 将触控膜甩尾对边下角最左边一条线和最下边一条线,对准撕印边界。 将水溶液均匀喷洒在触控膜桌面。 用擀水板从中间向四周将水擀出。 检查触控膜内是否有气泡。 如有气泡,将有气泡的部位轻轻揭开。 喷洒溶液,然后将水擀出。 在触控膜表面喷洒溶液,将溶液擀出。 用防静电毛巾,将触控膜表面剩余溶液擦干。 贴膜完成后,在此连接触控板,进行测试。 测试方法参考第三节,连接测试触控膜部分。 触控膜贴好后,放置在通风处12小时,再进行下一步组装。 触控膜表面要保持绎集团。